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知天下事 欢迎收听Howard的关键英语教室 周一到周五 每天带给你反应社会脉动的关键字 我是回走路的翻译机Howard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种 由爱情带来的神奇力量改变 也是近期在社群媒体上面 很流行的一个趋势风潮 叫做Girlfriend Effect 女友效应 什么意思啊 白话文呢 就是如果男生交女朋友以后变帅 会打扮了 或整个气质变好了 大家就会归功于女友 就是说Girlfriend Effect 可能就是I see girlfriend effect on谁谁谁 在谁身上看到的女友效应 那这其实是从以前 大家就很喜欢开玩笑的嘛 就是说恋爱中好像气色特别红润啊 不管男女生好像都是一样 那现在呢有点拿来开男生玩笑的 就会说Girlfriend Effect 女友效应 那当然你也可以拿来跟女生聊天的时候 还是可以用啊 就是说那你交男朋友之后 他身上有没有出现Girlfriend Effect 也是可以聊的 就是那你男朋友有没有变帅的意思啊 我觉得概念上乍听好像很神奇 可是实际上你想一下是蛮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普遍啊女生大多都对外形比较在乎 还有各种清洁卫生 所以一旦某个男生成为了女生的男友之后 女生也会特别的去在乎 那就会影响到男生的一些自我打理啊 所以很有可能就会改变她的外在外显造型 甚至清洁度嘛 正洁度 所以讲起来好像又觉得蛮合理的 所以啊 不是我们想的什么幸福肥 而是变好变帅的概念 有Girlfriend Effect Girlfriend Effect 女友效应 讲说男生跟女生谈恋爱以后 变得更时尚更有魅力 那当然听起来是很不错的 我们来听听看例句怎么使用啊 No.1 Mark's friends couldn't help but notice the girlfriend effect when he started dressing more stylishly after entering into a relationship 好 这个故事里面的Mark太明显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he started dressing more stylishly 他开始打扮都变得更有型 更时尚 dress more stylishly after entering into a relationship 是在进入了一段关系之后 意思就是交往恋爱之后 那他的朋友当然couldn't help but notice the girlfriend effect 忍不住一定会注意到 这个女友效应 couldn't help but notice the girlfriend effect 好 那你就听懂概念啦 所以这个girlfriend effect很神奇 很实用哦 我们听听看例句No.2 The girlfriend effect is not just about parents Many individuals also become more positive and self-assured in their relationships 好 这个女友效应的效果呢 还不止在外表上那么神奇 它还有其他的面向 比如说心里 more positive 让人变得更正向 and self-assured 更有自信 自我确知这样子的感觉 self-assured 这些当然都是很不错的 girlfriend effect 都是好处啦 No.3 Lissa playfully teased her boyfriend about the girlfriend effect joking that he was now a fashion icon thanks to her influence 好 这边Lissa呢 在开自己男友的玩笑啦 就是说还不知道谢谢我 这种感觉 就是说 teased her boyfriend about the girlfriend effect 所以在开玩笑 joking that he was now a fashion icon 我们说某某人 是fashion icon的时候 不是在说他是一个图标 而是在讲某人 是fashion icon 就是很时尚 很有代表性的意思 好像变成某种 大家崇拜的一个指标人物 ICON icon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它变成了一个 fashion icon 原因是 thanks to her influence 要感谢的是 它的影响力 所以Lissa有点自我开玩笑 也跟她男朋友揶鱼啦 就说啊 那谢谢我啊 所以你现在也变成 大家认为是 时尚分子的一员了 蛮有趣的 那这个叫做 girlfriend effect嘛 其他呢 在社群媒体上面 也有人在讲 boyfriend effect 或者是 boyfriend heir 有男友的气氛 那讲的就是 可能女生自己形容 或是看其他女生 就是 交往之后 满面春风的这种感觉 就是 Oh you have a boyfriend heir around you 就是你身边散发一种 有男友的气氛 就是这个概念 那 boyfriend effect 也可以用来称赞人家啦 当然你是看前后文来断定 它到底是称赞 还是贬义 所以这个脉络 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记得一下 girlfriend effect 跟我们刚补充的 boyfriend effect 女友效应 girlfriend effect 可以拿来开玩笑 也可以聊认真的 蛮有趣的一个词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记号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事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